整整12天 脸书没发文 也超过一周 没在镜头前露面的 民众党立员党团主任 陈志涵再度上节目 一开头针对周刊爆料 丈夫徐甫9月20号 已遭减联约谈 这件事说分明 他被请去约谈的内容 不是被周刊爆了 跟木可相关 然后跟民众之声的 董内相关 民众之声的 这所谓的董内 就属于政党的收入之一 这个东西没有问题 那他有进到木可吗 我跟你讲 为什么必须要 找一个这个账户来提存 YT是一个外币的账户 所以你要从那里面 把YT的这个分论拿下来 被问到民众之声 YT斗内是否进到木可账户 陈志涵未证实 只是强调侦查内容 这笔钱一切合法 但四叉猫人质疑 许甫是爱说谎的骗子 斗内金不但全进了 木可公司 许甫还把责任推给立文宗 会这样说 全是因为日前曝光的 民众党内部会议录音党 许甫直言 民众之声斗内金 要进木可公司 是柯文哲指示 而第一时间 许甫这样说 至于近期被爆出 威京集团亲民人头 捐给民众党的钱 是替柯文哲缴责任额 陈志涵也隔空校正 请问一下政治现金不能捐吗 有的时候会 你有没有拿到政治现金 你有没有拿到好多 好多建商的政治现金 依法可以收 但是要依法诚实的申报 柯文哲跟黄珊珊 收的政治现金里面 多的是建商营造厂 从斗内金 到政党捐款 民众党各种金流 让外界物理看花 究竟有无不法 有待减连 持续理清 C数黄珊结合采用台北 这么的